恐怖袭击不时发生 让人仿不胜房 法国负责反恐的司法人员今早也第一次审问 去年11月巴黎恐袭案嫌犯萨拉赫 比利时当局是在上个月27号将萨拉赫引渡到法国受审 萨拉赫的代表律师不愿针对这一次审问 透露任何详情 只表示审问过程相当冗长 有可能耗上一整天的时间 法国当局相信萨拉赫认识法国恐袭主谋阿卜杜拉哈米德 当局有信心 审问萨拉赫将有助于了解巴黎恐袭案的策划 执行过程 行动领导结构以及其他再逃犯的身份 此外也能够揭开巴黎恐袭案和布鲁塞尔恐袭案之间的关系 这两起恐袭案造成近200人丧生